所以我们今天能变成不同的人种是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和食物的导致才有了我们不同的人种 所以现在就回到这个就是讨论这个基因改变的东西 基因食物是不是能吃 在科学上现在还没有人能证明基因对人体不害 但是既然我们吃了这个食物已经基因改变了 那是不是对我们本身人的基因也有所改变 但是不是这一天两天的食物基因的改变那是很长的一个历史 几万年的历史 所以这个没有人说它不是也没有人说它是 但科学家因为科学家是尊重科学的 没有科学的证据你就不用说是 老婆你怀疑 你只能说是 只能靠时间来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 太长了上万年了 而且出现问题的到时候 已经是对 对一点不错 所以现在在美国加拿大他们就是很讲究 那好政府也不说有 有话还是会 但是要求出产商必须要在商品上面贴上 那非转基因还是转基因 不是转基因你必须要贴上 让人民有选择 你自己选择 对让人民的选择 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南非有这是Modified 有啊 那我们国内 NGO这些的 没有啊 那有啊 美国有 Gendonic Modified 要啊 美国有 田育米不是就是吗 南非也种田育米 这个是那个转基因是吧 对啊 有啊 对啊 所以上次我不让你买 水果月 水果月 到底能不能吃也不知道 就为了能吃成高人 没有直接的 这个特殊 哈哈哈 也有可能 对啊 没有人有 吃完醋身上特别甜 它在我们国内的 白的玉米在一起 那不也是转基因 这小番茄 这不都是吗 这就是生菌果啊 这生菌果啊 变色的这个黄色的辣椒 哦 国内的玉米 紫粒的白粒的在一起呢 那不都是啊 所以 所以咱们中国一直是很好啊 五千年 上下五千年 能整一致没变 因为我一直强大 是吧 就没有出现什么 劳来劳去 换来换去 这个血痛 变来变 那现在可能可能以后 不一定了 现在国内不是有 听说五十万 五十万黑人的吗 在广州 广州那肯定 五十万影响不了 我们十几亿 那你 慢慢的呀 黑人的繁殖数字 我可以知道 这个 广州没有五十万 是数字夸大化了 你到黑人街 也那么一小撮 确确实实 黑人在那谋生 但实际上 我去到 我去到那 去 我一个朋友 专门拍 黑人街 就广州嘛 黑人街嘛 实际上黑人在广州 也是没有办法 想做生意 预航挣钱 但是实际上 他们不喜欢广州 包括在黑人在开酒吧的 他们最想回的 还是自己的家乡 还是回自己家乡 不想 不是日本人 怕热 首先他在广州热都受不了 比黑人都热 对呀 对呀 特别是晚上 白天热很正常 对对 特别是晚上 而且我们政府管得很严 政府管得很严 他们在广州还是被管的 对对对 还是蛮蛮扬的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现在想接受非人 现在从方方面面的 还有一股股过程 我们现在很多非洲留学生 其实也带了很多负面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影响不好的影响 包括和中国人的通婚也好 还有一些不检点的行为也好 还有其他方面的生活习惯也好 留学生或者空子学院 什么过去 应该还算好 这些都有 有什么 那是 管中那些流窜的那些黑的 黑下来的黑的 那些最麻烦 对 抓得很 我那朋友就是拍他们黑下来的 因为看了照片之后呢 当地搞治安的警察 就发现了很多黑虎 后来就把他当成一个政府的密探 其实他和你们一样是自由摄影者 就是拍一些生活场景 喜欢描写 进去 对对对 对 那么他现在就受到政府的关注 政府说你不能乱拍 黑人也说你也不能乱拍 哈哈哈 你也不能乱拍 哈哈哈 你可以拍 这个就尴尬了 但是你不能乱贴照片 一贴照片有的黑虎呢就被抓走 嗯 有这种情况不几次不准事 您能很大影响知道吧 对 这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广州那边就是好像是就是咱们国家潜抓了一些尼尼利亚人然后潜送了嘛 嗯 然后呢 马上尼尼利亚就开始抓华人 这都是是对相互对相互的啊 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黑人在广在在我们国家他只能是怎么说呢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华人在这个进行飞入国家总体来说还是这个利大于弊的还是总体来说 因为大多数的华人在这边就是可以说是就是传播中国文化呀 就是然后轻巧我们中国的这个这个货物呀是不是带动经济发 对啊这个总体来说这个还是所以说我们国家不敢那么太太来管这黑人太来抓这黑人我是这么认为的 现在我们更依赖非洲了哈哈哈哈 现在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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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非洲这块大陆 那我们损失比他们要大 对啊 那紧尼利亚的黑人特别密集 互相交融吧 互相交融吧 如何在一起 需要需要一个磨合 因为跟欧美已经那样了 我们现在政府是提倡民间 加强民间交流 哎 你为什么呢 老是政府与政府的交流是比较生硬的 他需要靠文件 相互的签署 形成官方的文本 最后的形成经济援助 但是这种东西太生硬 说说需要我们民间的就是和非洲本土人呢 多接触 人话交融 直接真诚的交融 文化交融 而且 而且中国人对非洲 那其他国家不知道 反正对南非是真的不了解 是的 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跟国内报道的完全不一样 跟国内报道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想出来还心里担心的 嗯 是不是 在约宝都不敢出车 啊 去泽巴们开始出车 哦 那这边开始出车 约宝都不敢自己去 那这边瓦双就开始乱窜了 哈哈哈 别说这个 这个 你们在国内就是 就是这样 嗯 就是我在南非待了十多年了 嗯 到目前为止 我还认为 约宝我不敢去那个地方 嗯 约宝确实 约宝其实可以 约宝其实还可以 现在 那你看区域 嗯 必须去各个点 点清楚了 这些禁区就是不能进去 像昨天晚上进去了 你出不来怎么办 嗯 直接就废掉 就是说起来 你们明天都应该是 数战数绝 嗯 当时该办的吃饭完 不能到处乱跑去拍啊 不是 这不只是中国朋友带吗 有单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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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里边的 但是视力还比较大的 但是你们就在他那个视力范围之内 不要到处去 嗯 有可能 我昨天后来有危险的时候 我就说你这个相机别去 任何一个诱因都有可能出发 那是有的 是的 就明天一月这样 你不能去的地方 不能去 还有 还有准备一个小相机 也能录像的 也能拍得很清楚的 不一定说非要大相机才能拍的 拍省眼 小的 偷拍 啊 所有的一些很特殊的环境用小小设备 用小设备 我们也没有去太多特殊的环境 那该深路的去他们家里面也去了 那个黑帮家里 黑帮 那明天没什么拍的 明天就是发散 就是发散 对对对对 他们家里我们站着都去了 嗯 穷的还有政府给的公租房 哦 免费公家的房子 我们也去了 就是比较好一些的 嗯 然后还有普通的是在家里面也去了 嗯 明天就没什么好去的 很多年前我去过一个那个就是酋长 嗯 酋长家里 你到那个德班有个千山谷 嗯 千山谷上面不是有那个黑人跳舞啊什么什么 经常会看到小租路村 我们那次是几个人 五六个人吧 租了 坐人家 那四成是下到谷底 那个人说 呃 那当地那个导游把我们带到酋长家里 那我们就想酋长家里 啊 就可兴奋 你进去 他就是这样 他可惜 三间房 正当中啊 就像咱们中国人一样哈 是一个厅一样 其他他连 他连这个房子隔开都没隔开 就是一大通 当中呢 他用布这样了 然后呢 就一个桌子 是方桌 方桌上面有一个东西盖着个白布 呀 看着可 可 真贵了 不敢动 打开一看 是一个黑白电视机 哈哈 那么小的九寸的黑白电视机 不舍得用 然后 真的是家族私逼什么都没有 然后那边房子 那一间房子拉一条绳子 大了一大块布 然后把布拉开 就是他们的衣服一件一件在身上挂着 干净吗 啊 干净吗 还可以他没什么东西 干净干净 他就是 那整个村落呢 整个村落发大了 我们没有去到那个整个村落 他就在这块 那他住的可零散啊 车要这样开 然后我们出来以后 看到一池水啊 很小一个水坑 那上面那个绿子啊 绿莹莹的长得 那只能吃的 那只能吃的 台蟹 然后那个导游说 他们吃的就是这种水 哇 你看着真的是落后 然后他们小孩上学 经常有人过去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那这小孩上学呢 都会有 都会有 那零几年 十几年我们 基本上一台电视 哇 他觉得宝贵的不得了 盖楼 我也觉得可奇怪 那盖的是什么东西啊 他打开让我们看 是一个就那样 九寸的黑白电视 那也确实需要我们的东西嘛 我们东西便宜啊 是啊 也能用啊 能用啊 还可以啊 但是 那外国你说 那些英国生产过来的 你看卖多少 他们的东西 解决了 有一个东西 有无的问题 对对 有无的问题 以前他们什么都没有 现在有了 哪怕这个不工作 家里也有 懂了吗 所以中国首先把这个 把这个全世界 全世界的 全世界 像高端也有啊 现在 但是他买不起高的 他不知道啊 他认为中国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他认为中国东西就是不好啊 因为现在就开始品牌了呀 品牌开始了呀 他买不起 现在都知道 海信在这卖的非常好 海信但是也是很高端的 对对对对 就在海信工作 海信不算高端的 但是在南非 在整个非洲地区 海信还是卖的 他也算品牌了 他也在提升这个 在海信 一直在提升 我们家电视就是海信 对 我们还做过海信的代理 那时候最早 那个有点乱 那时候 就是后来就没有做起来 也没有心思做 没心思做 其实那时候要做起来 现在应该是做的比较大 海信 反正国内有海信的人还是挺 李教授是真心的 你看那个高尔夫穿的 什么 对呀你看 他都习惯 他习惯 真的是 有点 这个 这个 这个身体 就是人的身体 有条件重要 本身 人呢 跟动物一样 什么都不要做 本身人是 你不要笑 你是从这个羞辱观念来讲 不是不是 但是人的 人本身是 没有这个 就像我给你讲的那个 那个白人女孩 她在那沙漠里面 父母亲就把她当动物一样 跟那个 她就是从 长了十几岁 她都是 一时不过 身体非常强 本人 人的身体是非常强 我们 现在要要 要医生 原因就是我们 被现在生活 太 spoiled 让我们自己 失去了 真正的 应该有了抵抗 真的 对吧 还有一点 就是能证明 就是你看这个 南非人有很多人 以前他不穿鞋了 他不穿鞋了 最早那个 他不穿鞋 他走得非常好 非常舒服 你像我们 这个 还要什么脚底按摩呀 什么抹扎机呀 什么的 这非洲人不要 他们在沙滩上走一走的话 很舒服 一百米你觉得好疼啊 但是 本身是不要紧 原来那个田径 世界那个田径比赛 他叫什么 那 赤脚大先 南非的一个 中场跑 中场跑 光了脚跑 那个时候 全世界制裁南非 他签成功 他装备很好 他脚跑得更好 他拿了世界冠军 但是他没法参加世界比赛 因为当时全世界制裁南非 后来他就去了英国 加入英国国籍 然后给他鞋穿上 他就跑不了了 你看看 这是真的 真实 真的 就是因为 印象深就是看到他的代表 英国又不能不穿鞋 因为那个社会太奢侈了 太豪华了 太被那错了 所以人就是这个懒惰的 这个 还有一点就是 你像我女儿今天将近四岁 她现在就是特别不喜欢穿鞋 她回家第一件事 赶快把鞋甩掉 然后出去玩也是 就是又把鞋甩掉 因为什么 他我们早上上学的时候 把他鞋穿得好好的 到了幼儿园之后 老师把他们鞋全都拔下来了 他们一整天全都是光着脚的 不管是在屋里水泥地上也好 或者是在地板上 或者是在外面沙地上也好 他们都是光脚的 对 所以他现在回家之后 他就是 我每天就是吼他 穿鞋穿鞋 因为我看他凉到 其实不会